北美冬青呢 今年是超级火 反正呢 我看有些个商家 只要是带红果的 都拿来冒充北美冬青 北美冬青的是比较贵的 大家一定要理解 那我身前呢 也有 嗯 现在我手上有三种这种带红果子的 教给大家一个怎么区分 然后呢 昨天赶大吉的时候呢 也见到了另外一种那种副果子 它也是一个狗鼓系列的啊 一定要了解 大部分呢 是围起来钻那种金玉满堂 今天呢 就我手上的这三种呢 去给大家 从叶子 还有这种果实上的形态 教给大家 首先呢 咱们先见识一下北美冬青啊 北美冬青的话呢 它从树干上啊 这样长起来 它的这个果实的那个梗啊 这个坝是比较短的 而且是一树一树的 非常的好看啊 就像有的话说是不是假的 粘上去了 有点这种感觉 这个不是假的啊 这种是自尔巴尼的果 这种 这种鲜红色的一个果实呢 是为了让动物啊 来吃它 然后呢 利于它自身的一个波茸 你想想这种东西 在冬天的时候 大雪严寒的时候 你都能看到这种红色的果子挂在上面 是不是很显眼啊 所以说呢 像小鸟啊 小动物都会吃它 不过你别吃了啊 这个口感很差的 我吃了一下很色 然后里面会有种子 有几率呢 能够播种 能够种活 但这种几率啊 太小了 这是北美冬青的一个小特性啊 当然 正常来说是有叶子的 为了好看的 我们都会把叶子提前给它揪掉啊 然后呢 就进行一个售卖 理解一下就行了 那我左边的这个呢 就是大家常见的一些个火急果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从果实上区分的话呢 咱们把三种给它放到一起 首先呢 是这个是火急果 它有点像 小山楂一样 呃 这个地方呢 有点扁扁的 像那种柿子一样 好吧 而北美冬青的是那种很圆很润的一个 而且那个 它这种果实 下部的这个眼呢 它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大啊 这种火急果的话是有个小五角星 这边的话呢 呃 这个无刺狗鼓啊 这个是无刺狗鼓 那从果实上判断的是判断不出什么来的 那么呢 咱们就可以从这种结果的一个形态上骗断 你像北美冬青的很特性啊 就是 伊林树干上有很多的这种果实 你看 像无刺狗鼓这边呢 它的一个 梗是比较长的 它结果的那个梗会很长 好吧 而且呢 如果说我现在这个北美冬青手上也没有带叶片的了 如果说带叶片的话呢 它没有这个 呃 无刺狗鼓这边那个硬啊 无刺狗鼓的会很硬 有点那种 角质层的感觉 就是 当硬 这个北美冬青的话就是普通的那种树叶的 也很软 好吧 再有一个呢 从叶子上判断 你看这边的话 这个火急果的叶子呢 就会很小 它的一个果实的一个梗呢 它是 也是跟那种无刺狗鼓差不多 梗都会很长 但是呢 它是一个梗上面有很多的小梗这么延伸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是吧 它是一个小一个大梗上面有很多小梗 而无刺狗鼓这边呢 它跟那个北美冬青略像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它也是从树干上 不过它的梗会比较长 好吧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判断了 然后呢 从树干颜色去看 北美冬青的是这种一个 褐色的 像无刺狗鼓呢 它的一个就有点像那种 有点颜色有点亮哈 像火急果这边呢 跟那个北美冬青的这个树干颜色就很像了 但是它没有这个北美冬青上面的这个麻子多 简单的一个区分呀 也就分享给了大家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有其他的氧化问题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 我是老华一 氧化最转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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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了